我们来稍微回去看一下这个资料 超市范例里面的退货 在这边我们是不是会发现 它的资料 资料比数有多少 296笔的记录 然后这个应该叫做标题对吧 然后接下来这边是不是应该叫记录内容 记录 多少笔记录 296笔退货的订单 好 那我们来观看一下 通常对于电脑来说 它要如何区别标题跟记录 最简单的做法 它是这样子辨识的 只要是标题 一定从头到尾都是文字 从头到尾都是文字 请问这是不是文字 这也是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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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什么叫记录 记录 可能会有文字 日期 数字 或者是其他 各种类型都有 你看哦 请问这是不是数字 这是不是文字 日期 日期 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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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吗 所以是不是 如果是记录的话 它就会看一看 你如果是记录 它就可能会有文字 有数字 什么的 好 那我们下来去看退货 退货这边 有看到 退货 请问这两个是不是都是文字 符合标题 对不对 可是呢 这两个是不是都是文字 这两个是不是也是文字 所以请问 可能在这一张资料表里面 没有记录 有可能吗 不可能没有记录 只有可能没有标题 对不对 资料表里面怎么可能是没有记录 所以不会有没有记录这件事情 所以只会有没有标题 好 所以它在这个地方 它无法辨识 它这个退货 它到底标题是什么 所以它这边是不是就放了 column1跟column2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把 就是第一列手动来去设定 变成就是指定为标题 所以我们来去看一下 如何修改这个资料 我们不是在这边改 在这边你也不能改 对不对 标题嘛 都是文字 你怎么改也没有意义 好 所以我们关掉 所以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必须要把退货这张资料表 退货 退货这张资料表的标题 把它设定回来 设定回来 它标题现在在哪里 它标题因为这边还经过了一个排序 排序 因为它认为全部都是资料记录 干脆它就先做了一个盘序 它就把那个中文按照那个笔画顺序 ABC然后再过来中文笔画顺序 然后订单数就排到最下面 可是事实上它会记录这是第一笔的记录 第一笔的记录 好 那我们现在如何做修改 首先 首先我们就做首页底下的编辑查询 编辑查询 各位有没有看到 当我点了首页底下的编辑查询 对不对 它是不是出现了查询编辑器 它跳出来这个查询编辑器 查询编辑器这边我们要稍微注意一下 它不是Power BI 它叫Power Query Q-U-E-R-Y 可以吗 Power BI在这边 Power Query在这边 好 两个不同的视窗哦 然后接下来 退货 这边是不是 它还是记录 它是第一笔贿入的资料 这是第二笔的贿入资料 它是第三笔的贿入资料 好 我们现在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把第一笔的记录视为是标题 怎么做呢 做法很简单 就是在左上角这边 请你不要用这边 这边是不是使用第一个资料列作为标题 请不要用上面 因为用上面我到时候每次都要教各位 怎么去找这个功能 真的 有很多同学他依赖找功能这个习惯 这个我觉得还不如我教你另外一个更好的方法 请问一下整个资料的控制是不是在这个地方 整个资料的控制就在枢纽处 这就是枢纽的位置 所以请点它 然后点选使用第一个资料列作为标题 做完了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如果你要还原资料的话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关掉 就是删掉它 删掉它就还原了 比如说做给你看 你看 你看这边是不是又叫回来了 好 一样 我们先使用第一个资料列当作标题 然后接下来请问我做完之后 是不是要关闭 可是我们应该要选择的是关闭并套用 关闭查询编辑器 关闭这个Power Query 关闭查询编辑器 还有套用 套用到哪里去 套用到Power BI 可以吗 请问有没有修改原始资料 答案是没有 根本就完全动不到原始资料 就是它现在把资料汇入进来之后 建立好模型 这边就是查询编辑器 就是资料模型的地方 好所以请点这个上面这个图示 这个图示就是关闭并且套用 就是箭头指向指回去这个视觉化图表 视觉化图表就是Power BI 关闭查询编辑器 套用到Power BI 好我们再去看一下 你看一下 退货这边 它是不是有订单ID跟退回了 有看到吗 因为刚刚那个Column1是对不起来 订单里面的订单ID 这边不是有个订单ID吗 好 所以这边要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因为不是说两个蓝要一模一样的名字 而是要资料是对得起来的 好 所以请你们现在手动做一件事 首页编辑查询 编辑查询 然后接下来请把退货 退货这个地方 左上角输扭控制 点这个使用第一个资料列 作为标题 现在我不用再点了 因为我已经做好了 然后做完之后 关闭并套用 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修改 修改退货 这里面的栏位标题名称